今天就只有一架 我覺得這個都是剛剛美國、澳洲和日本 分表了態之後 也可能在前幾天那六個小時的會議裡面討論過 北京可能收到比較清楚的訊息 所以其實這幾天都是少了 這是真的 而且事實上這個做法也沒有什麼意義的 就是不見得真是給了很大的壓力台灣 而且也有人跟它計算過 每天都飛過飛機過去的話 那些能源不如你發電好過 自己的電力都不夠這樣 那這個也可能有顧忌 那蔡英文今天的談話就 雖然用詞都比較溫和的 但是事實上也是棉禮藏針的 姿態相當清楚 你說四個堅持 我們又說四個堅持 就是去玩玩這些語言文字遊戲 強調台灣那個民眾的自決那個權利 這個都很清楚了 如果自決的話就不用想了 你中國現在仍然是這樣的政治環境 搞到香港這樣的話 你當日台人傻的嗎 是吧 就是沒有理由已經走出了一步這麼大步 去到一個這麼自由民主 又能夠和平轉移權力的體制 翻轉頭給你一國兩制 還是搞到好像香港那樣的一國兩制 可能會是吧 就是這個說法都相當之強硬的事實上 那當然也肯定不會中計啦 就是北京的策略就一直想圈回一圈 就是九二共識 就是這個等於以前說香港一國兩制 或者討論這個中國 中英談判的時候一樣 一旦圈圈在這個套道 這個圈圈裡面呢 那麼那個圈圈有多大呢 就由它決定 那麼這個呢 就是過往中國和英國談判 和很多地方談判相關 相關問題的時候呢 都是很慣用這一招的 那麼所以它現在都很想將九二共識成為一個圈 你要首先要壓進去 這麼說 那麼我相信現在台灣也看清楚這一點 所以他們蔡英文的肯定就不會中這個計啦 除非你說將來總統換屆 換了國民黨上去 那麼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都不頂 但是台灣 台灣就是現在現政府 以致台灣民眾呢 我相信對所謂九二共識的看法呢 就肯定不會是正面的 一定 所以其實就用這個方法也都不見得 就是可以滿足到蔡英文的肯定堅持 裡面其中那個就要由這個台灣 二千三百萬人眾來決定這樣的堅持 所以就那個情況都是始終都會繼續僵持下去 也都不會在短期之內有什麼突破 那麼除非你說北京中央那裡 真的罕然採取一些比較玩火的手段 但是這樣做的話 現在的環境看來 就是代價會很大 也都很難在短期之內是令到國際社會去接受 那麼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那個問題就不會這麼簡單的 因為台灣就是你喜歡不喜歡也好 台灣現在是一張牌的 北京固然會打這張牌 那麼國際社會也是在打這張牌 當國際社會和中國的關係比較對立的時候 國際社會就更加積極地打這張牌 所以你看到當然有個別的國家 他們確實基於意識形態 以致民主信念問題 對台灣那個態度就比較有善和真誠的 比如立陶宛這些 因為立陶宛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擺脫到蘇聯的管治而獨立的一個國家 大家都知道的了 所以波羅的那三個國家的兒子 基本上對台灣的態度比較有善的 也有些國家 因為近年跟中國的關係比較惡劣 所以他們對台灣的關係更加友好 比如瑞典 甚至加拿大的姿態都相對比較友好 雖然沒有一些高層的互動 或者波蘭 波蘭也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在國際的博弈裡面 台灣都是一張牌 現在的大環境就是因為國際社會 對中國的態度轉向負面 中國戰狼的國家也都不斷樹敵 自然的結果國際社會更加積極地打台灣這張牌 但是在美國或其他國家來講 也都更加有需要 為了防止北京 就是真的作出一些霸權更加 霸權性得更重的行為的話呢 它更加有意識要在台灣 就是這個所謂不沉的航空母艦這裡 建立了一個所謂第一島鏈 那變了就是無論是日本也好 以至這個澳洲也好 對台灣的態度都變得比以前更加積極 日本也很積極的了 澳洲就是近這段時間 當他跟中國交惡之後呢 就變得轉變得比較快 你看到他的前總理都是在 就是上個星期去了台灣 還獲得蔡英文接見 接著發表那些談話呢 剛才我也說了 其實是相當之有挑釁性的 就是直接挑釁北京的可以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就在這個角度去講 台灣的國際社會的價值是大了的 因而他有較多的空間 這個也是事實的 譬如說超美琴 實際上已經在美國有大肆的性質 只是不用這個名字而已 但是我想大到極 就是在國際社會沒有共識 要改變對一國中國這個 北京滑合的圈之前 那台灣的國際空間大極都有限的 就是可能正式和建交國家 可能都是很少數很少數 或者說你很難去想像有一些 就是一線或者二線的國家 是會和這個台灣結交 而就是從而走上和北京斷交這條路呢 我相信暫時還未到 可能性不會很高 但是你說那些小角 比如說剛才說到立陶宛那些 他真的有可能會不理這個北京怎麼反應 跟這個台灣建立一個更加密切的關係 這個也不出奇 但是立陶宛是一個很小的國家而已 所以作用影響得比主要太大 那台灣也有機會加入一些國際組織 但是我相信過程裡面 肯定會面對很多波折 也都被北京用千方惑計去阻撓吧 北京也有事實上在國際社會上 也有很多酒肉朋友 包括亞非拉 俄羅斯等等 會在關鍵時刻幫他站台的 所以這些窮國可能得賺好處 但是只要有作數就不肯做 這個也都達到幫北京 盡量維持著在國際社會 封殺台灣這個策略 所以我相信除非有很大的 有些國際大國也有重要的國際組織 出很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的話 台灣要突破 現在已經有近一兩年已經拿到的成果 其實那個難度會比以前大一些的了 現在要保住 都要花很多氣力的 我相信北京也都會用盡國攻客去打壓 所以我覺得他國際空間 就算有機會進一步擴大也好 都是有一個限制的 說的就不僅如此說 你這麼說 北京有一些所謂的喉舌的傳媒 就去到很盡力了 胡錫進那些去到很盡力了 一有美軍就要攻打台灣了 或者以前的軍方高層的軍頭 都說得很盡力了 是吧 兩天或兩個禮拜可以解放台灣 這種說話都說過了 但是說就容易了 到真的出現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很難想像會不顧代價去做這件事 因為事實上現在的國際環境 對中國真的相當不友善的 如果真是漢言軍事冒險的話 可以這麼說 就算被他圍堵台灣 甚至佔領台灣 接下來的問題就複雜了 第一 你怎麼管治這2千3百萬人呢 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第二 就算被你圍堵 國際社會不會短時間之內放過他 我相信就算不和你打也好 一定很長時間 中國就會陷入一個十分之孤立的處境 軍事冒險的可能性當然不能夠排除 特別現在有些決策都不是很理性的時候 不能排除 但是基本上我相信真的要採取軍事行動的話 仍然都是言之上早的 就算你當他有足夠的軍力去圍著台灣也好 他是很難長期有效地去管治這個社會 這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台灣基本上自從1987年 1988年取消消禁 賭港報禁之後 接著就變成民主化 1996年選了第一屆民選總統 全民選總統之後 你看到這20多年的發展很快 現在民主自由已經是台灣人生活的一個 很基本部分 也覺得國際社會高度讚揚 我不覺得任何人信務委員能夠把這一切抹去